越南同登火車站可以看到金正恩下車之後 在大批媒體的包圍下一邊向周遭的官員 還有民眾揮手一邊走出車站 他在搭上車之後 隨乎也是照例圍繞在黑頭車的四周 跟隨金正恩的專車開始小跑步起來 而車站外除了大批民眾迎接地上 還鋪了紅潭場面可以說是相當的熱烈 金正恩所搭乘的專車是在台灣時間的9點20分左右 抵達越南邊境城市同登 根據消息指出金正恩的裝甲列車 是繞過的北京行津湖南來直奔越南 中國的微博上就有不少網友提供了目擊情報 拍到列車行津武漢車站的畫面 甚至還有人懷疑 應該就是因為金正恩的列車要經過 才會導致這幾天沿線出現不少火車霧點的狀況 而現在金正恩已經改搭汽車要繼續前往 川京會的舉辦地點河內 越南當局為了安全起見 也早就把車隊途徑了170公里沿途道路 全線封閉 預計從上午6點一直維持到下午2點 至於川普也已經在美國實踐的25號 搭乘專機前往越南 兩人預計在27號的下午就會展開會面 這裏一熊不高的 1984年 2010年 2011年